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典赏信 王源八段继续为您带来围棋古典名著 樊玉要处宗爵 明居精简 王玉辉七段和陈颖初段为您详解第二届黄龙式双灯杯 世界女子围棋为代赛 决胜局 余之营立刻协议面丹 精彩对局 暮春三月 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 群鹰乱飞 正是郊游的好时节 4月6号在江苏省江燕市的国家湿地公园 进行了第二届黄龙式双灯杯 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第二阶段的比赛 结果中国金花再度绽放在擂台之上 在此前进行的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中国队的先锋王晨兴二段好取六连胜 根据中国棋院最新修订的奖励声段规定 他已直升四段 4月6日 日本队副帅万波耐岁登台挑战 不过这位以美女棋手享誉日本棋台的副帅 显然难以适应激烈的擂台之争 早早失去悬念的比赛 让直播讲解的聂骑胜大呼乏味 好在孔令文及时出现 这对身处异国的父子连妹讲解 让直播现场平添一份温情 4月7号 独守孤城的韩国主帅 朴哲恩九段悲情出场 但依然未能阻止小星星 王晨兴的狂飙突进 韩国队一盘不胜出局 堪称2012年的第一场悲剧 4月8号 日本队主帅谢一敏六段 终于为日本队守住了最后一丝尊严 赛后未能实现一杆青苔的小星星 气不成声 不过这泪水依然如这个春天一样美丽 因为八连胜已经是一个传奇 4月9日 中国队的14岁小将 于之营二段不负众望 直白174首中盘战胜谢一敏 为中国队最终夺得了冠军 江燕秦湖失地的春色 固然是美不胜收 而我们中国围棋的这个春天 似乎是格外的炫 这边于之营 14岁的小将 刚刚是为中国队捧得了团体的冠军奖杯 而那一边就出了一位 13岁的最年少个人冠军 杨鼎新三段 1998年10月出生 河南郑州人 2008年入段时 只有9岁零9个月 这也是迄今为止 中国职业棋手最年少的定段记录 4月8日13岁06个月的杨鼎新 再一次创造了一个记录 这就是中国最年少夺冠的记录 在第12届李光碑围棋赛决赛中 他战胜了世界冠军 朴文瑶九段 勇夺冠军 而在他战胜的对手中 还包括范婷玉 芈玉婷等新生代的当红小生 这是一个含金量十足的冠军 让我们记住这个13岁的少年 杨鼎新 这将会是一个在今后很多年的时间中 被我们不断提起的名字 好了 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接下来呢 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 王元八段 他将为我们继续带来 围棋古典名著 繁育要处总决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各位七伙大家好 很高兴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品味 诗乡下的繁育要处总决 今天要品的一句呢 叫三方无印莫存孤 那么这句话背后 当然也跟了一个解释 我也给大家念一念 三方无印莫存孤 孤子 他这个柱啊 是这样讲的 叫孤子当预谋活 否则弃而借用 圣物再救也 那么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各位下棋的时候 要有一点提前量 对于已经出现的孤子啊 一定要有安排 如果你不能提前安排好 让他做活的话 至少下一步呢 如果非常孤单的这些棋子啊 你就要考虑弃子了 就是对于这个弃子的弃啊 实际上实际上这个实际上下在繁育要处总结当中不止一次的 不止一次的这个予以来强调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句话叫三方无印莫存孤 换句话说 在棋盘如果周边啊 东南西 你自己处在北边 东南西都没有印 这个印是什么 我体会它在棋上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呼应 那么这个呼应它实际上有内容 第一个内容呢 就是如果没有呼应 可能你的三方啊 你自己啊 几方都有孤棋 那么你四方的孤棋被人家残扰起来了 当然是苦不勘言 另外一个印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三方啊 对方的棋子都比较坚强 没有文章可做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再出现一方孤棋的话 也是会非常苦的 如果别的地方有对方的弱子 那么弱对弱 互相有一种牵制的话呢 这样的弱棋还不是太害怕 但是说到这样的格局呢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我们平常下棋啊 大家经常对局一定也有这种体会 就是诗相下所提醒我们的 所谓三方无印莫存孤 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在现代棋当中很少出现 而在古棋当中呢 不实见之 为什么呢 因为古时候啊 它那个时候叫坐子棋 坐子棋常常是在盘上 双方刚下了十几招棋的时候 盘上已经有十二块棋 十三块棋了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盘上 可谓是诸侯格据啊 到处都可能有狼烟 因此呢 就像以前给大家报告的一样 我觉得呢 我们学习凡育要处总绝啊 当然不能够身搬硬套 首先呢你要考虑到 它是在当时坐子棋 这个环境当中 对有些棋的经验进行的总结 如果我们能立足于这个条件 来看待凡于要处总结的话 我觉得可以学到 可以体会到非常多非常多的东西 好 尽管是这样呢 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聊一聊 我想通过一盘棋呢 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三方无印莫存孤 这句话的意思 那么请大家看棋盘 我要给大家摆的这盘棋呢 是2012年3月14号进行的首届百灵杯 世界这个围棋公开赛当中的一盘棋 这盘棋呢 是两位我们中国的这个弱贯高手 一位呢叫周瑞阳 周瑞阳是直黑 白棋呢是另一位 就是少年棋手 他叫米玉亭 也是我们现在当红的这个年轻的明星 当然当我在说到米玉亭是年轻的明星 实际上才15、16岁的时候 我就非常害怕把他捧杀了 他现在在最近这段时间 确实是非常抢眼啊 好的 我们也不要捧杀他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棋 周瑞阳呢是黑棋 黑棋呢走了中国流 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续盘到中盘的进程 然后白棋挂 这也是正常的一招 接着白棋飞进角 白棋呢是米玉亭 黑棋是周瑞阳 周瑞阳再到左下角挂 挂完角之后呢 下边一招棋回到右上角 尖三三 白棋下一招拆二 正常的招法 黑棋再到左上角白棋去挂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招法 当白棋二间高加的时候 黑棋点三三 形成 看上去要形成一个最简单的定式 这样的棋呢 我们棋友大家也都是下过的 问题是下一招出现了奇特的下法 周瑞阳在左上角接着爬 而没有下这个二路的班阶 他是一个是想保留这个子的这个活力 同时呢关键是现在的年轻棋手啊 他创新的欲望特别强烈 所以基本上现在的棋盘上 每一局都会有新的招法 新的思想 新的火花 这个确实是和三十年以前 当时职业棋界的情况 是完全不同的 当时呢是某一种流行的下法啊 那会流行很久 现在呢基本上 它的保质期啊 这个好棋的保质期 基本上就是一周左右 就像我们经常在超市里买的熟食一样 好下一招棋白棋 加工 然后黑棋再点 很精彩的一盘棋 还没有到我们的主棋 其实到了我们主棋的时候 也会有些争议 这个也是跟现代棋的特点是一样的 现代棋呢 基本上很难有一些绝对化的结论 我们接着看 这个状是最近年轻人 也是非常喜欢下的一招 下一招紧紧的搬 就是要绝根 拿个锄头就要挖地 那么黑棋呢 周瑞阳下一招是厚厚的接住了 这会儿呢 就不给大家纠缠这些局部新变化的内容了 我们还是要看到后来那个主题去 下面黑棋虎 把刚才加工的一个白子呢 要让他受伤 白棋下一招是很年轻的一招 很酷 一定要刺 那么黑棋就一定要破土而出 反击 既然你要反击 他咔嚓一下就把这个断了 因为他真子有力 这会儿呢 还没有到我们要说的这个 三方无印莫存菇啊 下边就要吃街上 然后再搬住 白棋当然就把这三个子吃掉了 从这个状开始 白棋把这边全部吃掉 但是作为代价呢 黑棋在这一带形成了一些势力 然后黑棋这扎一个钉子 留一些火种 白棋当然是要硬的 黑棋再到这儿来骚扰 好 这会儿米玉亭就愤怒了 把这个切断 切断 周瑞阳再把这个拐出去 双方下出了非常有趣而奇特的开局 然后再搬拐住 这会儿周瑞阳稳稳地在右边 中国流 终于小木这一带 他在这一带要守一个脚 白棋 米玉亭当然把这个藏出去 黑棋下一招跟着他飞 好了 现在就到我们基本上可以说 和这个三方无印莫存孤 这个话题可以扣起来的这么一个局面 非常有趣的局面 请大家再看棋盘 现在呢 黑棋这一带模样很大 这一带黑棋的模样很大 当然白棋这一带也有潜力 究竟是谁 这个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呢 确实是搞不清楚的 我们看啊 米玉亭实际上下的一招是 丢个石头是水深 点刺 以及以下的下法啊 这样摆给大家看看吧 他一点人家一挡三三 然后这个纸呢 他考虑到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就是你到这来撞呢 实际上将来还有一个这个余地 那么他点完了之后 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怎么办呢 他索性就从这掘出去 我先给大家说结论 如果我们参照诗乡下 同志所说的 三方无印莫存孤的话 实际上白棋不移在 这一代和黑棋啊 做过于贴身的纠缠 那你还是轻轻松松的 在这飘一下 这个比较从容 但是呢 问题就在哪呢 就是现在的棋是有争议的 年轻人 他们认为 我这个是细说啊 三方无印莫存孤 这个说法是不是对 他要提出质疑 他说我连根都给你撅掉 不就完了吗 所以现在年轻人呢 其实他们都非常尖锐 如果我们身搬硬套 就是死搬三方无印莫存孤呢 白棋在这一代下的棋都是不对的 因为什么呢 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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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方无印啊 因为白棋的重兵把手是在这边 他呼应不了啊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应该莫存孤啊 你不要存孤起啊 但是现在年轻人说不 我这块棋我把它练出来 我要做活 我活了不就完了吗 不就不孤了吗 因此决定这个下法究竟是不是正确的 是不是真理 要看两位年轻高手他们的计算力 这个恰恰又是当代围棋的特征 而这个特征呢 就是满盘啊 都是学与新风的 这个格局呢 又很奇妙的是和诗乡下 范锡萍他们那个年代 三百年前那么精彩的围棋呢 诶 又非常契合了 这个又是围棋盘上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棋盘 看看他们以后的几招是怎么下的 后来真是学与新风 请大家看棋盘 他就非要从这出来 那么周瑞阳就干脆罚站 不让你动 让你的空间尽量小 他说我鼓出来我就不怕死 然后周瑞阳 本来呢这个棋心一般是从这搬 要为这个空 现在他步了 他这个他说不叫 我这个不叫引狼入室 他不叫引狼入室 我叫什么呢 我叫放长线钓大鱼 我要全部把你吃了 最后呢再给大家摆几招 总的来说呢 确实是白棋比较勉强 那么最后双方经过参考 经过精彩激烈的战斗之后 后来还真的是这一块白棋 三方无印莫存孤啊 他是全体光荣其身啊 白棋搬 黑棋挡住 因为在这个边上白棋做不出两只眼 下边一招棋呢 白棋当然从这搬出去 黑棋在叫吃 白棋在街上 黑棋周瑞阳把这个一壶得 现在敏玉亭一看 这个里边局部做活做不了 因此到这儿去 深东及西啊 下边一招棋 周瑞阳干脆再补一招 结果呢 真的是这块棋啊 三方无印莫存孤啊 全体壮烈牺牲 最终这盘棋呢 也是黑棋获得了胜利 好的 今天给大家 讲到这个三方无印莫存孤呢 就话题就到这儿 我觉得这个 这个诗乡下这个说法是很好的 它的一些道理是很好的 但是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广大的棋 有觉得自己力量大 那么就算 不要说三方是对方的棋子 四面八方都是对方的棋子 虽千万人无网瘾 你有这个勇气的话呢 那也可以深深地打入敌人的阵地 好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儿 谢谢你 下次再聊 感谢王源八段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还是要请上王毅辉西段 和陈莹出段 他们将为我们讲解的是 第二届黄龙市双灯杯 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的收官之战 余之营立刻谢一敏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第二届黄龙市双灯杯 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的第十一局 是由我们中国队的余之营二段 对阵代表日本出战的 切一敏六段 那么我们应该说长期关注围棋的旗友们都知道 这个双灯杯的三国女子围棋擂台赛呢 实际上是 它的赛制是跟以前的这个韩国举办的 叫正观装杯 这个三国女子围棋擂台赛的赛制呢 是一样的 每个国家是出五名其手 对 那么这一次呢 因为正观装杯它已经停办了 是吧 现在就是等于我们国家主办的这个黄龙市双灯杯呢 等于是唯一的一个三国女子围棋擂台赛 对 在这一届比赛里面呢 我们国家可以说是 王晨星这个小朋友发挥的非常出色 在此之前呢 已经是连胜八局 那么在他所下的这个第九局里呢 很遗憾是输给了谢一敏 谢一敏呢 确实也非常的强 在日本多次获得这个女子的冠军头衔 对 现在他其实已经获得了13项女子头衔 而且呢 他还是日本的名誉本音坊 这也是在日本的第一人 名誉的女子本音坊 应该说那就是当之无愧的是 日本女子起届的头号人物 可以说是 那么谢一敏呢 是八九年的年底出生 到现在呢 还不到23岁 非常年轻 当然我们的余之营就更加年轻了 他是97年11月的 97年11月 小八岁 比他的对手小八岁 对 他是14岁 还不满15 确实非常年轻 我们都知道 现在呢 确实出成绩的这么一个年龄啊 越来越有低龄化的这么一个趋势 包括前不久在这个李光碑上进行了决赛啊 杨顶心是以还不到14岁的年龄 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冠军 也是创下了中国围棋史上最年少获得头衔战的这么一个记录 对 现在呢 好像我们中国骑手就发现啊 就是越来越年轻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本届呢 这个双灯杯上啊 是我们是派出了两名90后的小棋手 是 是两名 那两名就应该是王晨星和 对 宇智盈 宇智盈的一个是91年的一个是今天宇智盈97年的 王晨星呢是代表中国是先锋出战啊 嗯 第一盘棋呢 本次比赛第一盘棋是日本队的极天美香战胜了韩国的对手 崔晶 对 崔晶获得了第一胜 然后从此以后呢 就是王晨星的一个人的表演 第一阶段他先是六连胜 嗯 在本次比赛的这个第二阶段呢 他又是联赢了两盘棋 等于韩国队一盘没有赢就被清台了 对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1局比赛 嗯 好 那我们一边关注棋局呢 一边再聊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 好 因为呢 在这个比赛中 我也当时也在现场 是 你可以多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嗯 每盘棋都拆先 所以上一盘棋谢一敏拿了黑棋 这一盘棋他又踩到了黑棋 嗯 要说谢一敏也是真的挺不容易的 因为在面对这个王晨星 气势如虹的这个八连胜啊 第九局 他作为日本队的一个主将出场 能够战胜我们的这个王晨星 确实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心理上啊 都还是要有很过硬的这么一个水平才行 对 谢一敏呢 虽然这个他年纪不大 但是他真的是酒精沙场啊 他在日本这么出色的成绩 我觉得他的大赛经验一定非常的丰富 嗯 而且在此之前呢 他与王晨星有过一次交手 当时也是谢一敏获胜 哦 也是这样的比赛吗 还是个人赛 是在这个亚运会 其实也是 嗯 也是这样团体赛兴致的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 类财赛啊 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兴致 就是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旗友呢 应该都可以回忆的起来 就是我们国家是盛产擂台英雄 其实是 聂云平老师 是吧 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 几乎是凭一己之力终结了三届 获得了三届中日围棋类台赛的胜利 嗯 这个非常浓厚的围棋的一个热潮 到后来呢 是长浩呢 也是在中日围棋类台赛上有过非常精彩的表演 在后来就是王陈兴 对 实际上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经国不让须眉 嗯 这类台赛呢 它就是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越赢啊 气势越胜 心理压力越小 赢了第一盘以后 想反正已经够本了 是吧 等到赢到第四盘 第五盘的时候呢 确实就 嗯 放开了 更放开了 那作为他的对手呢 实际上承受的压力呢 往往要更大 我刚才还漏说了一点 其实最近的这台英雄 除了王陈兴 还有谢鹤 谢鹤也非常了不起 在农心杯的这个三国男子维棋类台赛上呢 是 一挽狂澜 连胜了这个三位的韩国高手 获得了冠军 让中国对获得了冠军 补充一下 这盘棋呢 作为余智英来说 实际上他的心理压力啊 反而要更大一些了 对 余智英说了 这个他紧张的 真的是没睡好觉的 因为 那我们啊 这次去啊 就都觉得这个小新星啊 真的是 以为他就要一鼓作气 要倾台 对 要倾台 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好 这个下一个起手派谁 因为当时呢 我们大家都对小新星 真的特别放心 有聂老助阵 然后还有这个王磊老师 我们在研究室呢 其实每一盘都觉得 这个起小新星下得越来越好了 所以都很放心 就没有想过我们下一个人到底会开谁 对 那还未免也太自信了 不过确实是 下到后面也会累 而且呢 下到 就是王成心 他八连生 下到第九盘 当他面临这样一个 创造历史性机会的这么一个概念的时候啊 他会紧张 他如果说下到 赢到第五盘 第六盘 他已经放开了 第七盘 第八盘 只是那个 一江胜勇的那种状态下 能下好气 下到 决胜盘 就是他这盘既赢 他创造历史 这个时候往往当局者会紧张 对 这个压力等于说又来了 对 就假如说呢 这个谢宇敏后边呢 如果是还有两三个的话 他 我觉得他没准还可以继续连胜 但是就是因为赢了他之后 就可以终结比赛 这个压力就 好像就跟第一盘那样似的 又过来了 其实我们都是做职业洗手的 这样的东西 怎么说 这样的都经历过 都经历过 当你没有想法的时候 你往往能发挥出最佳的水平 能下出好成绩 当你一看这个冠军 或者这个头衔 或者这种好机会 马上就在眼前 自己已经触手可及了 那个时候脑子里难免有打脸 想法一多 就像停在手上的小鸟一样 当你想抓住的时候 他就飞走了 其实这个很正常 那王晨星毕竟年轻 90后的嘛 这个对他来说 是成熟的道路上 必不可少的一个台阶 总是要经过这些的 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 我们都说下棋要有平常心了 其实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但是真正如果想做到的话 挺难的 确实 知意行难 很多事情的道理都是这样 平常心 要淡薄 那真正到棋盘上 很难做到的 我们来看这个棋 这盘棋走到现在 跟上一盘棋谢一鸣 对王晨星的那个棋是一样的 我们刚才在讲故事 一直都在讲这个上一盘棋的故事 那实际上这一盘棋呢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盘棋 作为谢一鸣来说呢 他有实力 虽然他后面还面对四名中国棋手 但是你要假设的话 他连赢四个人再怎么样 创造奇迹的可能性 也不是没有 是吧 所以呢 作为每一个对手 每一个与谢一鸣抗衡的对手呢 如果说想让冠军留在中国队这里 不让王晨星那八连胜 白白浪费掉 那每一个对手 也都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其实这时候余智英 压力也是蛮大的 我们主要讲这盘棋的故事 对 现在白棋拖 这个棋就非常有趣 跟上盘棋一样 对 其实当时在研究室 对于这个定势呢 我们摆了挺多变化 怎么样 当时余智英也一直都在看 这个棋啊 你们摆的过程中 你其实我觉得应该 昨天我们还有棋 我给我们提醒啊 前面可以多给大家讲一讲 对吧 前面就是这个棋呢 拖的时候拆二 相对来说 也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 它在日本被叫做张许定士 对 张许大家都知道 是日本的 这一位超越流的高手 也是 现在不能说是日本第一了 有景山玉泰 但是呢 也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拆二呢 是他发明的 所以叫张许定士 那这个拆二呢 应该说值得给棋友们介绍几分钟 值得介绍几分钟 对 以前我们下 好像都是搬完了再拆二 对 这个棋原来下 都是搬完了再拆二 相关呢 就产生出很多 大家非常熟悉的定士 比如说靠一下 还有真的 靠一下完了以后 再点这个 这个定士呢 产生出很多 企友们应该都是经常能看到的了 嗯 那现在他单拆二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对刚才那些可能不太满意 他要寻求一些变化 对 再追求一下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白棋在眼下的选择呢 还是挺多的 还是挺多的 但是唯一不能下的一步棋是什么呢 二路搬 嗯 是吧 就二路搬被反搬 嗯 对啊 就被搬一下 这个好像不太能下 对 如果是这样下的话呢 确实是很困难了 嗯 现在白棋麻烦了 下一手这个黑棋这个打湿和爬回来见合 这是白棋是不行的 那我刚才其实还想说的 那可能不是唯一啊 我这个词应的 还有一种就是不能退 肯定不能退 如果退的话 人家肯定不会再搬到这 对 黑棋 如果你退 黑棋就立这个了 嗯 这个立就会比搬在这好得多 如果一立在这里 基本上白棋就什么借用都没有了 等于这两步棋不能下 陈炎补充了 这个退和这个搬不能下 棋友们将来碰见你的对手 如果跟你下张曲定式啊 拆二的时候 你就记住 好多种下法都可以 就这两种 一个是退 一个是搬 不能下 那能下的有几种呢 没有 顶一个是肯定能下的 能下的 对 它实战也是用顶的 顶的时候呢 黑棋记住不能退 棋友们记住 不能退 退的话 我就唬一个就行了 白棋就算唬一个 这个黑棋也是失败的 这个角毕竟是黑棋先站的角 让白棋这么轻松的活到脚上 还带着一些木 黑棋不肯 这个拆意意味着也不好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立 白棋这个顶 是可以下的一种选择 然后呢 之后呢 之后的是下一手吗 之后这个棋白棋 白棋可以下的有跳 白棋可以跳 其实最开始这个定式 大家都是跳的 是 然后黑棋一般来说是拆二 然后再挡一个 然后白棋再挡 黑棋再拆二 这个棋应该说是 所谓的这个叫张曲定式的一个圆形 开创起来的圆形 那后来为什么 走着走着 大家都不这么下了呢 是不是觉得白棋的速度太慢了 黑棋两边都走到了 是的 因为刚才陈银说 在研究室里你们有白 我相信这个定式呢 其实对于职业棋手来说 或者经受职业训练的 这个少年棋手来说呢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局部的形状 但是后来之所以走着走着 大家没有人再下这个定式了 确实还是白棋的速度太慢 白棋等于黑棋两边都拆出来了 两边都处理得很好 白棋脚上还不到实木去 确实有点小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黑棋走这个行不行 白棋走这个呀 白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这个这样行吗 有提吗 没有提 因为就觉得这个肩顶比较素 也比较素 不过我在棋谱中 好像也见职业棋手 也有这么下的 对 但是这个肩顶确实有点素 以后黑棋搬打 还有先手便宜 黑棋手到这 这样的话白棋全局的配合也不太好 局部可能还是可以接受 因为毕竟省了一手棋 下一手 白棋这边逼过来挺大的 但是这个肩顶确实很素 对 因为帮白棋 就帮对方走棋嘛 帮忙的棋一般要少下 对 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大家要注意 顶完了以后呢 跳这个和顶这个都不太好 那就只能从外面去做文章了 只能从外面做文章 他实在是跳这个 这个棋 扇盘棋也是这么下的 对 大家都是跳 那看来这个跳呢 可能是 相对于这个张许定是 大家进行研究的一个比较新的成果 对 当时呢 在摆变化图的时候 王磊老师还摆这个 以为谢一鸣会挡一个 觉得这个病一个 其实这个症解其实是病 但是呢 觉得 日本棋手是不是对这个棋型研究的没有那么深 再有呢 这个病一个 本身这个棋型不好看 那就觉得 一般来讲 日本其实好像更注重于这个 这个棋型 对 所以想他们可能会挡一个 但是呢 看到这首棋之后呢 大家知道 谢一鸣其实对这个变化 这个定势也研究的蛮深的 他老下嘛 我觉得像这个局部 他下出症结倒真的不奇怪 因为他老是下这个定势 而且上半斤还赢了 就是说明他确实会有一定的心得 这个病呢 说句实在话 我也是第一感 我也没有这个病的感觉 我在研究棋谱的时候 当白棋跳 我也觉得黑棋可能会有其他下法 但是病完了以后确实觉得好 这个病确实觉得好 那挡一个的话呢 明显这个棋显得有点局促 再往回拆二的时候呢 速度会慢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不能贴 贴的话是不是就帮忙了 这个子就使它变得更危险 对这个局部 实际上这个贴我还下过呢 陈阳你还记得吗 我那个有一次在云南跟 云南省其王赛的冠军 下那个让两子的指导棋的时候 下出我同样的 我还下过贴 当然局面不太一样 像这个局面不能贴 这个局面黑棋 就连班了吧 就长就很好 长一个 就长得很好 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贴啊 看上去好像挺愉快的 对这个地方好像还是有毛病 因为它冲完之后 它始终都有这个段 关键是这个方向太长了 黑棋在推的过程中 白棋这个头啊 长着长着 就长到黑棋 有可能形成这个 视力范围的这么一个方向了 这个方向不好 就算白棋这么跟着长 黑棋也不太满意 所以他实战 歇一鸣所下的这个病 还真是好奇 冷静的好手 这个定势呢 我们就要稍微总结一下 稍微总结 像你走到这以后 后面的手术呢 后面的手术反而是 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了 在这个过程中 当黑棋拆二的时候 我们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总结 不知道棋有门技术没有 有两个下法不能下 一个是退 一个是扳 不能下 能下的是什么呢 能下的是顶这个 顶完了以后呢 顶完了以后 黑棋要立 然后白棋可以选择这个 这两个都是可以选择 但是要看场合 在这个场合下呢 由于黑棋外面有形式 这个肩顶跟跳都不太好 所以实战白棋这个跳是正解 当然黑棋这个病也是正解 然后白棋再在这个地方尖冲 这个尖冲这手棋很重要 其实我们学到这个跳之后 一定还要学这个尖冲 如果不能下出这个尖冲的话 走别的那就真不太好了 这个选择对于白棋来说 就不是特别好选择了 比如说如果你加工 这加工其实看上去 是正常的一手棋 对那人家就飞出来 或跳出来都行 这几点应该都可以 这个走出来之后呢 由于这个局部以后 黑棋飞的顶是先手 白棋脚只有后手一只眼 这个棋白棋是活不了的 白棋如果要在这走起 比如说你要跟着 从那飞出来 就走到黑棋的这个铁头上了 黑棋这边再加工过来 这个作战的前景 对于白棋来说是不利的 白棋不欢迎这样的作战 所以说这个跳和尖冲呢 其实是连贯的好手 像连贯的好手 对这个尖冲大家一定要学会 因为这个尖冲 就比单冲在这飞阵好多了 你在这飞人家飞起来 头就翘起来 头翘起来 黑棋这边的这个形式的 这么一个扩张度呢 也会变得非常的理想 这尖冲好手 很精彩 这个尖冲是布局的时候 非常关键的一手棋 然后黑棋爬 这个时候除了爬以外 有冲的下法吗 冲它搬 冲它搬住 这个时候也差不多 也还是得拐 然后如果再搬呢 再搬 这个凤里能不能出来 再搬它不会断 它应该不会断 断被你吃掉它不太好 它就退 然后它就沾上 再拐住 这样的棋 对于黑棋来说 想硬冲出来 恐怕也有点过分 这个地方是冲不出来的 是吗 冲它挡住 你也不敢断 你可能还是要拐 气太紧 你可能还是要拐回去 但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黑棋 不能在这有什么手段 冲了几下 还是要拐出去的话 那冲了几下也损 也很损 这个对于黑棋来说 倒不会开心 嗯 不会开心 直接爬 如果不能一下子把白棋冲击垮的话 那还是别冲这几个 然后再爬 就是这也是间接的证明了白棋坚冲的这个合理性 就是它在坚冲的时候呢 作为职业棋手 它研究的成果 嗯 第一个前提就 就是黑棋不能够在这反击 否则的话 这个坚冲就不成立了 然后冲一个 嗯 对 这个在上一盘棋中好像 嗯 黑棋谢一鸣没有冲着一下 嗯 这个就有点变焦了 冲着一下 冲完了以后 其实是想 这边味道让 白棋不是那么一手棋就可以补过来 嗯 冲一个也蛮正常的 嗯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手棋 黑棋护一个 白棋护一个 这棋 就安全了 大家和平解决了 然后黑棋拆盖 嗯 一局 黑棋被白棋压低了 但是呢 获得了先手 获得了先手 这个差二价值也很大 这边也获得了一定的实地 嗯 然后反正那边 作为黑棋自身来说呢 也就别再奢望着去经营什么形式了 嗯 这个有白棋这么一道铁皮在 嗯 黑棋那边的紫的位置又偏低 所以这个时候就转控 黑棋迅速转低了 嗯 总之还是一局吧 下一手 白棋这个打住 我觉得还是挺猛的 嗯 有点过分 其实不是 倒不是有点过分 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那这个棋啊 白棋如果不走 确实黑棋这个贴起来价值很大 黑棋这个贴起来以后 这边还是有可能能够变成一个立体的一个空 立体的一个模样 所以白棋实战的打入呢 是想破坏黑棋 嗯 但是这个目的呢 不一定非要用这么深入的手段来完成 对 是不是外面飞一个就算了 很好 飞一个已经很好了 黑棋也不肯再走了吧 我觉得如果再走的话 这个都是三路有点扁平式 没有立体感 是 黑棋应该不会变 黑棋变 即便白棋再这么大踏步的走进去 其实黑棋确实也都是这样的实力啊 这样实力的效率不是很高 想迎棋也是挺难的 嗯 但是如果黑棋不走这个的话呢 那就只有走这个了 像实战似的啊 嗯 那白棋可能下一手靠进去更紧凑 哦 靠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算再走一个 对 可以保留了 可以保留了 将来甚至可以走在上面 这个会 如果这么下的话 会比白棋实战的选择要略好一些 嗯 这个是 毕竟于智莹年轻气盛 嗯 他实战选择这个下法呢 很凶悍 很凶悍 但是呢 确实有点没太有必要 对 其实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白棋要比实战要厚得多 但是效果也差不多 嗯 实战主要白棋呢 让 他是打入 他这个打入 被人家贴一下 对 然后跳起来 跳起来呢 实际上对于黑棋来说 已经有选择了 黑棋凶一点的话 刺一个再跳出来 你有可能可以 刺一个长出吧 长出来 如果这么下的话 这个局面会变得比较混乱 白棋挂 白棋挂可能黑棋脱退一下 再防守 嗯 这棋会 会比较有趣 会比较有趣 但是白棋说实话 也没什么把握 如果这这么下的话 你接上 他建一个 嗯 上面还有点薄尾 这个白棋也没有什么把握 对 如果这样下的话 这个后势 好像这个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 会变薄 对 我现在我就担心了 人家真的是从外面点一点 这个棋没有那么厚了 嗯 实战黑棋的选择呢 也可以 总之白棋这个打入呢 没有必要 白棋的打入是坏棋 应该飞就可以了 飞反正底下的空的价值已经不是特别大了 这个人不需要打入 嗯 黑棋实战 跳 让白棋搬住 对 让白棋搬住 看上去白棋也还挺满意的 但是黑棋这个飞呢 其实价值还是很大 这个飞完了以后 下一手断吃这个子啊 是有20亩的价值的一个大关子 那么如果折半计算的话 实际上黑棋这个飞呢 在作活的同时 也是有10亩价值的 所以呢 即便像这样 白棋也不如飞 白棋也不如飞 白棋如果像刚才那样 在拖线的话呢 嗯 黑棋这起码可以少一个子 对 而且这边也明显厚了 对 将来比如说白棋这边 靠退两下 还有可能飞到这来收刮黑棋呢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变化 白棋应该尽可能的保留 实战像成这样的话呢 白棋亏了 实地上亏了 让黑棋飞到这 嗯 白棋在打入这个 嗯 这个是要 因为上面实体已经亏损了 这边白棋走了三手棋啊 没有获得到什么特别明显的 这么一个地上的收获 所以呢 这边一定要下得激烈一点 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 影像激战啊 才能发挥出白棋这个后视的作用 嗯 不过总体感觉啊 在布局阶段黑棋这个时空捞的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嗯 时空挺多的 这边将来还有一些借用 这个后视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嗯 加工 跳起来 这个二路跳还是值得赞许的一手棋 所以需要 因为这边已经很窄了 是吧 如果现在再往外飞的话呢 虽然是正常 但是哎 黑棋飞一下 黑棋就直接飞了往里爬 这边是 黑棋已经拆了一个二 是黑棋非常厚的地方 所以白棋呢 要尽量避免把棋子啊 走到这个方向 现在黑棋就这么简单 飞了爬进来 你再搬 还有这种点的手段 所以整块白棋呢 都有可能不活 而黑棋走的这几手棋呢 黑棋在这个地方已经要做出眼位来了 嗯 如果是这么下的话 确实白棋就显得有点落入俗套了 嗯 这是白棋实战啊 实战那个跳呢 是下的非常好的一步棋 不落俗套 这个很值得大家学习啊 因为这边的变化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 如果是这边 这条边很宽的话 那肯定要从这边下 但是呢 已经情绪有所不同 嗯 然后加工 这打入说实话 真的是挺凶狠的 多少有点过分吧 我觉得 那这边毕竟 白棋外面有很多个子 嗯 然后在这个局部呢 也是白棋的子弟要多过于黑棋 啊 这个打入 实际打到这儿 确实 不太像在日本成长起来的棋手的棋 啊 对 有点凶 嗯 那这个地方 他又不肯再下这个了 这个确实不肯 因为被人家这一脱退 陈燕这说了 对 这个确实不肯 如果真下成这样的话呢 自己还要补棋 不管是接还是立吧 对 那太急错了 这手棋最好没有 没有的话 效率我还可以接受 是的 有一个 这个确实不满意 所以在这个局部呢 黑棋要保留 现在从底下来 比如说 就这么拆二 或者从这儿漏 嗯 黑棋要保留这种手段 嗯 那现在这手棋呢 实际上我觉得 黑棋上面走一走 就很好了 然后呢 让白棋围一个 对 然后再 这个地方围空的价值呢 非常有限 黑棋现在比如说 再拖 拖到连扳进来 嗯 然后这样再把 是空一遍 那白棋是打 嗯 一般你来说 你是打得近 我把这个字吃掉 然后立个拐一下 对 这个是一个 很常见的定式 嗯 黑棋现在 白棋现在确实 可以先保留 嗯 但是白棋大多数时候 还是要冲的 这个冲非常大 以后 黑棋 但是这边的空 就没多少了 对 所以黑棋可以 从上面压迫压迫 嗯 白棋这个字 已经在这里了 将来再次 我都可以挡住 给你吃这个字 我这边点完了一飞 这没有紧不起 嗯 那黑棋这么下的话呢 不失为一个 控制全局的 一个好办法 通过局部的这种 让掉一些实力 在脚上呢 再捞一票 这个对于全局的控制呢 会比较有利一点 嗯 实战 可能谢一鸣也是在这里 想的有点简单了 他不肯做这种交换 一定要打入进来 但这个打入呢 确实多少点过分 对 因为打入的话 自己毕竟就变成三块了 嗯 是的 这个鱼之鸣应该说 不知道棋友们熟不熟悉啊 确实也是这两年 冒出来的一个 年轻的一个小姑娘 确实鱼之鸣 也获得过一些成绩 对 在她还是业余棋手的时候呢 获得过这个 志愿会 混双的冠军 对 还获得过这个 个人的冠军 对 那时候她没有职业段位呢 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 2009年的时候 那时候算是多大呀 才12岁 对 12岁 正好12岁 现在确实想想 我觉得成长得太快了 而且陈妍我发现啊 女子棋手这两年的实力啊 确实大幅度的提高 这个我说这个话 不是说没有理由 没有根据的来表扬她们 因为我们也经常会讲一些 女子的比赛 实际上对于我来说呢 讲女子的比赛 很好讲 为什么呢 他们原来我觉得 女子的很多的坏棋啊 就是在明面上 一眼就能看出来 像这样的棋呢 其实是好讲的 就是在备课的时候啊 只要有一看 这不肯定是坏棋 到时候我们讲 就很好讲了啊 但像今天这盘棋呢 在备课的时候 在来讲棋之前 摆了几遍 特别明显 特别大的恶手啊 没有 看不出来 要仔细的去琢磨 要仔细的去看 才能够研究出一些端倪 因为我们要为观众负责嘛 就不是特别明显的坏棋 或者怎么样的 我们尽量的不去 武断的去拼拼别人 以前很容易被课 以前很容易看到这种坏棋 但现在确实越来越难了 从这么一个角度啊 我以讲解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断言 确实进步很大 其实包括像于志盈 他以前在道场里学习的时候 我也给他覆过盘 那最近两年没有看他的棋 发现进步真的是很大 对 因为其实呢 就通过这两年 我们中国这个小将的成绩啊 也能看出来 在之前呢 我们如果对上这个韩国棋手朴志恩 像是李瑟娥啊 这些的 我们都会对他们捏把汗吧 但现在呢 从其的内容上来讲 让我们看得很放心 对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正观装备啊 就是赛制 跟我们这个黄龙世辈一样的赛制 他们韩国棋手 曾经有个女孩子叫李文珍 获得过六连胜 还是五连胜六连胜 终结过比赛是吧 对 他是终结过比赛 然后文杜源曾经获得过七连胜 对 但是实际上呢 我看他那些棋啊 我也讲过那些棋 真着急 贼着急 贼着急的 着急的不得了 是什么呢 他就下那么臭的棋 他都能赢我们 尤其我记得有一盘 那个好多年以前 李文珍跟叶桂下过一盘棋啊 是叶桂还是李春华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那个棋就是明显露出破绽 只要我们这有几步棋中 有一步棋下队 就把他给杀得惨惨的 就那样的棋 最后都要被别人迎走 作为讲解者 看的那个心里火急火燎的 恨不得冲上去 去替他下两路 对 尤其是这个中韩的对抗的时候 我们比较有倾向性 所以就更着急了 对 但是现在这两年 这种棋没有了 这种棋就是说 让我们看得特别着急的棋 没有了 当然对方也在进步啊 就如果我们出现了 特别大的问题 对方也能抓住 对 那总的来说 还是我们进步的多 我们成绩在上升嘛 这是明显的 但是像以前是那种 特别明显的漏洞和破绽的棋 越来越少 像这盘棋也是 我们讲了半天 慢慢往下看 对 它是加一个 跳起来 跳 它先横钉一下 这个横钉呢 有点问题 我感觉有点俗 有点俗 跟这个交换有点俗 但是它为了俗度 这个还不是大问题 关键是它应该先刺 等它接的时候再横钉 这就没有变化了 请我们注意看 它实战呢 是先横钉 走完以后再刺 这时候白棋应该反刺 这个是 于智英 稍显年轻的地方 如果他没有交换这个呢 确实不能反刺 反刺他就直接冲过来 你冲过来以后 他搬接以后 那这个不交换 对这边影响太大了 所以呢 黑棋应该先刺 但实战呢 毕竟于智英 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也还原了 也还原了 然后再跳 然后再跳 对这个跳呢 于智英实战的这个跳啊 稍显平稳 稍显平稳 那还有什么招吗 直接就震过来 这个局部呢 由于白棋 我们注意看 白棋这个刺 是绝对先手 对黑棋不可能不接的 所以说这些靠段 基本没有 就不怕 这个靠出基本没有 跟没有差不多 那这个时候呢 应该比如你震 他再跳 白棋从里面爬 这棋很容易 把黑棋先攻起来 作为白棋来说 比如说 现在女队的教练 是王磊老师 王磊是跟我同一年代 长大的 对王磊老师 棋风 特别飙悍了 一定会震 想都不想 我干打赌 百分之百他会震 不信你们私底下去问他 不信你私底下去问他 他肯定会震这个 震这个实际上是抢头 抢中央的头 这是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大家都向中央出头的时候 谁抢到这个第一手 中央的头很关键 实战于智英这个跳呢 略显平稳 然后就被黑棋一下子 就把这个头给跳出去了 现在呢 这棋白棋稍显得 有点不舒服了 因为大家都这么争出来以后啊 白棋毕竟被黑棋 把空给破掉了 这个打入毕竟是破空的 这里如果让黑棋 很轻松的就逃跑了 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这个白棋 实控上对 真的是有点危险了 靠这个 靠这个其实也没拿到空 现在黑棋在那儿寻找头绪 黑棋就是普通跳一跳也可以 黑棋在那儿寻找头绪 这个点还可以 对 其实我觉得谢一敏的这个棋风啊 它也属于进攻型的吧 进攻型 这个点呢 黑棋点的挺实地方的 白棋补起来还挺难受 补在这种地方 还是白被便宜了 对松了 但白棋顶这个呢 也是一个极先手 黑棋接这个价值很大 黑棋接这个价值很大 接完了以后 这边出现有一个挖的手段了 然后呢 白棋整块棋也变得不和 这时候举置焦灼起来了 本来刚才白棋如果震的话呢 应该是白棋形式还不错 但是虽然这个是要点吧 但王老师我觉得 现在其实黑棋这块它更薄了 在这边花一个后手被白棋跳出来 我觉得现在的时机有点不太好 嗯 它关键是后来没用好 后来白棋的这些弱点 黑棋都没有追究着 我们看吧 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差不多的 白棋这跳出来 白棋跳 黑棋就这么压一个 这两个字挺有价值的 其实 让白棋刚才这个后事啊 变成有可能成为姑且的棋 这两个字还是挺有价值的 那您看它跳一个 然后就被这么震过来 之后我就觉得 这两手有点脱离主战场了 嗯 但是也 也还可以 有价值 关键的问题不在这 我们看后面 后面有问题 拍一个 嗯 然后它在跳 嗯 是吧 对 它在跳 刺一下 这个刺好吗 这个刺 确实有点早 确实有点早 因为我看啊 这边虽然我们小的时候 下棋特别喜欢 把人家刺成一个棍 觉得这个效率低 嗯 其实由于这边 我怕有 后来出问题 后来出问题 其实这时候呢 不应该刺 也不应该从这走棋 这个时候黑棋 这样应该先交换一手 这个主要黑棋 在这补棋 不都有问题 现在黑棋应该从这去出棋 哦 从这出棋 应该从这边 不 这个出棋有好出法 黑棋应该搬 我断点 就打吃 我就尝出来 这种出棋的方法呢 实际上很容易 哦 冲出来 冲出来 对 这个下方很好 这个也不用刺 这个确实不用刺 哇 这里只有吃 这里只有吃 我就冲 这个可以 这怎么办呢 白棋麻烦了 对白棋只有利 对啊 这怎么办呢 只有利 然后再利啊 嗯 嗯 那这个黑棋实在太好了 你看这个白棋没有办法 这不仅活了 还收着十木棋呢 对 因为黑棋后来主要是这手棋坏棋 黑棋在这补了一手棋 把棋给补得要输了 嗯 这时候黑棋把这个空在围上 即便这边让 因为这个黑棋刺有先手 嗯 即便白棋吃也很难吃 吃几木棋吧 大概也就 黑棋从上面走一走 上面走一走 这边还牵着挖 这样黑棋行事还不错 嗯 黑棋因为在这个局部 收获很大 做活的同时呢 还把白棋的脚上的空 给破了不少 对 这明显就切了一半脚嘛 对 但是这样的下法 过程中白棋真的没办法 你说我搬的时候 难道你能不断吗 那肯定要断啊 这个这一搬 作为白棋来说 真是没有办法 你如果尝人家接上 这边也不会死 黑棋也不会死 因为黑棋这些刺 都是先手嘛 嗯 这样的话它接上 这白棋压力太大了 要吃不了 直接就输了 对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机会 就是如果谢一敏能这么下呢 应该说是形势会 朝着向他有利的方面发展 嗯 他实在刺一下 他没想这么多 他刺一下还是把这个防守了 这个价值不大 这个价值不大 走完这个以后呢 确实白棋虎渡这个 对啊 彻底把这个补了 对 白棋在实地上就处于领先了 嗯 然后就压出来 对 他又再次脱先 对 这个呢 黑棋进入牛角尖了 黑棋因为这几手棋啊 走的目的 其实不是单纯的 为了要攻黑棋 攻白棋 他是要看着他这个的薄位吗 这些刺啊 这些 黑棋在这想法想 想得有点过分了 嗯 其实就是把白棋的后事 给限制限制 这走了一手棋 也挺有价值的 就得了 他现在贴出来 贴到后臂上 非要去攻别人 不行 对 最主要的是 他自己的这块棋 要先被别人搜刮 对 我这一走 那我顺势就把自己给走后了 没错 这个是关键 现在白棋这个抢攻黑棋啊 抢攻的非常好 黑棋现在被迫自己要做活 我们看啊 如果说黑棋早知道 这个棋会下成这样一个局面 现在再来看 黑棋这个压出这手棋 价值非常小 非常小 你还不就刺一下以后 还不在这自己补一个呢 所以这个黑棋呢 想法想得有点 有点过分了 可能是贤一银 棋层逼的好战啊 但是呢 确实这个战斗呢 对于他来说 明显过分了 现在跳在这儿 白棋在攻黑棋之后呢 自己已经变成后势了 黑棋对这块白棋 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这块白棋呢 显然各种眼味也非常的丰富 也不像是能够占便宜的地方 反而白棋现在抢先打入 这时候白棋形势好 再一点 对 但是白棋在这儿下错了 白棋这地方活棋活得不对 那关于这个局面呢 我们一两分钟给企业们介绍一下 打入呢是下成这个单关跳脚拆三 常见的一个局面 对中国留步局常见 常见 正常来说 如果外面白棋没有那么厚的话 正常的话 黑棋是尖白棋点 这个需要给企业们介绍一下 然后爬回来 对 然后再拐 对 但是今天呢 但是今天这个局面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黑棋不行 这么下黑棋有问题 这样我就可以顶活了 别顶 咱们单虎 单虎 这个顶有点俗 这个顶有点俗 以后黑棋顶已经是后手了 这还留着搬出 正常来说呢 黑棋可能还得补齐 那白棋先手活 白棋先手活 这也太舒服了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白棋就乐胜了 所以黑棋实战呢 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局面 黑棋靠这个是好棋 这个局面下 走非常规的手段 确实是好棋 但是白棋呢 实战的这个点 这个活法实在是最坏的一种活法 那应该怎么活呢 痛心啊 让人着急啊 长得顶过来吗 就长 就长就很好 长完了就往里飞 就往里飞 你这时候你不能靠 靠完了以后底下有冲断了 你大概只能走这个 那它就脱退 这跟刚才实际上是差不太多 就脱退 你还得补齐 对 还得补一个 你补活 你补活实际上就先手活了 白棋已经活了 白棋还得走这个 白棋得走 对 白棋得走完了补一个 那这地方实际上还是先手 还得补齐 可以先刺掉你 对 这扳出太厉害了 还得补 这样在活齐的同时 甚至连你这个子的活动余地都变小了 白棋这么活 可以不用把黑棋撞得像实战那么厚 这个对于全局的形势有着重大的影响 如果白棋能够活成这样的话 那这棋黑棋基本上没什么指望了 因为黑棋这个实际上已经不太够了 这么下是白棋的最佳的下法 对 它实战呢 虽然也是活了齐 也是破了它的空 破了对手的空 但是手法太俗 白棋实战的这个下法 手法实在是太俗 看得着急 这个让人着急 这个您平时没给我们讲过 这个抢了飞 因为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情况 最多剑的是 剑 最多剑的是剑 我还真的觉得少剑 对 压确实很少剑 但是先一敏它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很强 它这个局面它确实要这么下 实战白棋这个点了爬是坏起 被黑棋挖毡以后呢 这个棋白棋有点讨厌了 不太会下了 只有往里爬 因为如果你接的话 人家跳起来 你还得这边二路拖回去 那以后黑棋这么一挖毡 你这边就全死了 所以它要往里爬 但往里爬呢 被黑棋吃在这儿 这个白棋也很痛苦 对 这个木树我觉得 其实又厚啊 然后木树又没破多少 关键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木树上便宜的太有限 对啊 我这打拔还是先手 木树上便宜的太有限 外面全都让黑棋形成铁板一块了 然后白棋还得走 对 关键是这个活棋活完以后啊 黑棋变厚了 黑棋还可以点白棋的角 这个让白棋很痛苦 其实这两个一算得失的话 应该差不多了 差不多 白棋真的不便宜 这是 这个是余智营犯的 比较大的错误 就这个局部呢 虽然战略上抓住了好的方向 但具体的手段上呢 没下队 断吃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人活一个角 是 粘上 然后拐回来 这个黑棋收获也很大 白棋这个角就变成 只有十几木齐了 然后拐回来的同时 黑棋在这儿 自己还成了很多木 这时候形势胶着了 这时候甚至 我觉得黑棋应该都要稍微好一点点了 因为白棋在这个局部损失确实有点大 但是我觉得 现在黑棋这个棋还有点薄 有点薄 有点薄 这个棋啊 其实怎么说呢 女孩子棋刚才我们表扬了半天 确实进步很大 但实际上还有一点 不够稳定的这个缺点 确实总还是在 即便像余智营王晨星这样 女子高手的这么一个水平段上 它也还是不够稳定 他们还小笑吗 对 包括谢一敏其实也是 后来像这盘棋 大家都知道我们赢了嘛 那谢一敏走到现在它并不说 突然间谢一敏出了问题 就是怎么来说 女孩子的棋 有这种不稳定性在这 我觉得它肯定是对于这个形式 没有多少自信 它这一拆的时候 对 这个拆的时候 由于上面黑棋确实很薄 拆的时候白棋是先手 黑棋应该补棋 补在这 我觉得黑棋补一个 黑棋如果正常的补的话 再补一个 再补一个 就这样补一个 这个黑棋形式还不错 稍好 黑棋形式稍好的 全局的时空点下来 可能有旁边八九木棋 轮白棋下来 黑棋还是挺厚的 这个局面 黑棋形式不错 应该这么下 实战黑棋这个时候 莫名其妙地连续走出几招 让人看不明白的棋 就是它得先冲一下 实在是不懂 那估计就是打僵了 因为就是每方一个小时 然后一分钟一次 打僵的地方有很多 其实比如说这种班 这种班 打僵的地方有很多 它打了一个最不应该打的僵 它这个冲完以后 太好 冲完以后去沾 然后它觉得这个 沾可能也是打僵 对 它沾有点意思 沾你如果度过的话 它以后搬来打吃 你有可能还没有活静 有可能有被搜刮的可能性 但这个时候 由于冲一下 白棋这个尖很厉害 你其实一会儿能看出来 这个冲还是有恶手的嫌疑 对 现在这一尖之后 这边其实就已经产生了 就产生一个挖盾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棋能做到冷静 就是刚才我说不够稳定 不够稳定是什么呢 就是面对意外打击的时候 它心态容易浮躁 这时候作为黑棋来说 应该冷静的 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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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确实挺难过 先补住 反正这个应该先刺掉一下 先刺一下 在走之前先刺一下 然后再虎了 这样应该能蹭过去 对 这边也没什么大问题 反正这个刺也都有先手 只要全脸上大龙死总不会死 但是确实很惨 那这个时候 谢一敏突然间就崩溃了 他精神上突然间就崩溃了 对 他又不肯 他又像这个 刺也是恶手 这个刺没补住 对 这个挖其实还有 对 这个刺等于基本上白白停了一手棋 那实际上如果这个不冲会好很多 不冲刺完了以后 黑棋有冲断的味道 左打右打 这个棋会好很多 但是这一下一冲掉 等于帮白棋把所有的毛病都补进了 从此之后 就黑棋就走上不归路了 对 对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进程 走完了以后 发现 谢一敏 他发现这时候 这还是有挖断 对 这段还是没补上 对 现在再花一手棋 再花一手棋去补 这个确实是 太痛苦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最痛苦的事 当被白棋跳到这的时候 这个黑棋已经坏了 对 黑棋已经麻烦了 然后一挡下来 这两个子直接就被对手给吃掉了 那这个木树上马上就都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白棋从此开始确立了 这个比较巨大的优势 赌过 这时候黑棋被搜刮完了以后 白棋还是能赌过那个 黑棋这个段有将近20摩 是最大的 白棋这先定型两下 翻一下 对 打回来 嗯 这个定型呢 对于白棋来说 就是基本上都是他的先手权利了 嗯 接上 嗯 就主要是 你看 现在这个搜刮 我觉得黑棋仍然是不舒服 嗯 很不舒服 还要做活 嗯 还要做活 然后这时候呢 白棋再回过头来 把这个吃掉 嗯 这时候全局来说 黑棋的实力已经不足了 嗯 然后点 点一个 嗯 然后扳一下 嗯 嗯 嗯 对 这个是先手 这要不走 黑棋如果脱线被冲就 一挤 这里边演好像就不够了 对 被净杀了 嗯 所以还要防守 然后黑棋这个贴出也是好气 这个贴出 现在黑棋应该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目不够了 目不够了 因为这两个子基本上是白白里面吃出来的 嗯 然后后面呢 黑棋的下法实际上就有点像在寻找认输的台阶的那么一个下法了 嗯 打吃一个 嗯 这应该又是打酱 打酱 对 它这个倒是没有 它这个倒是没有刺 嗯 接上 然后扳一个 嗯 现在呢 是选择这个打结 嗯 没有 先冲一下吗 嗯 先冲了一下 先冲一下再搬 对对对 它是先冲一下 先冲一下 它煎这个 它先连回来 然后白棋虎这个 然后它再搬 对 这个时候呢 这个新银银其实它的斗志已经不足了 那这个打结呢 明显是过分的 但是在对手的这种挑战下 我们的鱼之银表现的还是很稳健的 然后 对 再右贴一下 这个结也是比较俗的一个结 其实就算白棋粘上也是活棋 也是活棋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但这时候白棋先找结 还要跟你打这个结 你如果硬的话呢 白棋再提结 黑棋连结都很难找到了 对 它是想要这样消结 所以实战 黑棋 契合把这个提的 先杀一块 但是白棋这个冲过来以后啊 这个大龙是活不了了 对 嗯 现在这袖是没眼啊 它断一个 嗯 这棋大龙是不可能能活棋的 现在是 挤一下 嗯 人家一弯 那已经失去豆子 对 已经失去豆子了 你现在即便站在这儿 人家冲过来你也输了 对 那这个死了一个大尾巴 对 而且这个整体还是活不了的 人家一顶在这儿 你这上面的眼 其实是不够的 嗯 白棋只要挥下这个顶 这个底下已经没眼了 上面只有一只眼 所以下到这儿呢 余志盈一弯的时候 黑棋一般 一般 白棋一般 这棋呢 就最后是 对 白中盘胜 余志盈赢了这盘棋呢 中国队也是获得了本届比赛的冠军 对 王磊老师呢 也说这个真的是意外的好成绩 是 是 真的没想到啊 确实王晨星表现非常出色 为整体中国队最后的获胜呢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呢 余志盈也是表现得非常稳定 最后呢 优势的情况下啊 就整体优势的情况下 最后还是能够一锤定音 也很了不起 对 那这一场比赛呢 整个就是我们两位90后棋手的那个表演 也希望他们在今后的比赛中呢 也一直都能保持这样良好的一个状态 是 那好 那今天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好 再次感谢二位的精彩点评 文凭论道呢 到这里 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奇形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周再会